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我体重没有掉的情况下 真的很开心 自己的力量有所加强之后 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够做相对之前更标准的活成了 然后也算是一个跟第一期有所呼应吧 然后经常运动的人呢 身上经常会有酸痛的现象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按摩仪 就是它 上一期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最后用的蓝色的那个是什么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按摩仪 给大家近距离展示一下 它有两对子母头组成 可以贴合人体的不同部位 还放之前寄这个样给我的时候 我有跟他明确讲过 就是我觉得不好用 我是不会帮他帮忙推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确确实是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自己试用了一下 给大家看 它有一个开关 然后它就会发红发热 然后它有三档可以调节 然后我一般是用最高档去进行按摩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试用的效果吧 其实真的很舒服这个 它可以按脚按背 经常用它按摩脚步和颈部 这两个地方是我最需要放松的地方 我觉得每次用完它 我都觉得真的很爽 有时候运动完呢 我觉得背很酸 我就会把它靠在墙上 然后我就轻轻地靠在它上面 还挺舒服的 觉得它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的轻 就上班族呢 我们中午休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放在我们的腰部 或者颈部去进行一个放松了 而且它并没有太大的声音 其实还能接受 无限使用 而且不用插电 你只要充好电就可以使用了 并且它还可以支持车载充电 我觉得送给家里人啊 朋友啊 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最后的最后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它的质量问题了 品牌方说 这款按摩仪呢 它有一年内免费换新 两年至宝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 可以考虑去入手这一款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它这一款的攻略 有需要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 领取我的装属优惠券进行购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一见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